《强者与强者的较量》 《勇士与勇士的对决》 谁将力压群雄脱颖而出 谁将摘得桂冠成为终极英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 我是袁冰 我们本期终极英雄的赛场 设置在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 看到我身后的这台战车了吧 这可是国产轻型高机动突击车 那到底它能够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特殊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呢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这支部队 他有着中国军队营外第一师的美誉 以数千场精彩的营外表演 向世界展现圣战之师的英姿风采 跨入改革强军的新时代 他又经历了由传统摩托化步兵 向轻型高机动部队的重组重塑 成为陆军转型发展的一支新制作战力量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部队的野外训练场 那站到我身边的这位 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 副参谋长张伟刚 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他 副参谋长张伟刚 从基层部队成长起来 精通各个专业军事技能 有着丰富的指挥经验 参与营外任务三百余次 参加大象演训任务十余场 多次被评为优秀指挥员 荣例三等功两次 好 我们的张参谋长将担任 我们本次中级英雄比拼的总教练员 也就是将对我们本场比赛 每个科目进行一个场外的解说 好 我们的海选马上开始了 此次海选 我们在全旅范围中 精选50位精兵强将 通过武装三公里越野 与精度射击 挑选出六位参赛代表 代表红 蓝两队 参与本次谁是终极英雄的对决 钢板把射击 比赛规则 每队一人参加 每人15发子弹 设置15个钢板把 目标命中数量多 用时较少者获胜 那这个第一关快速射击的比赛 我们是红蓝两队各派一名选手 那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参赛队员 我叫朱晨 2011年12月入伍 当兵8年来 参加营外任务进百渔场 在射击 驾驶等多科目上 曾获得营外先进个人 我叫李战领 2005年12月入伍 入伍14年来 先后完成二百渔资场 外事任务 五次参加战区级战术演习 并参加中猛联合军演 中文字幕 李战领 第一关 第一环节 快速射击 比赛成绩 红队 命中目标 15个 右时 35秒 蓝队 命中目标 15个 右时 33秒 根据比赛过程判定 蓝队上 本次比赛 总体来说 把平时中训练水平 应该说能够正常地发挥出来 和平时训练中水平差不多 打算下步再加强 甩墙训练吧 时间再提到3到5秒 好 第一关的第一个环节 快速射击 成绩已经出来了 是蓝队获胜 可以说是七开得胜 那我们进入的是第二个环节 对抗射击了 对抗射击 比赛规则 每组三人参加 每人十发步枪弹 在距离100米 80米 60米距离上 设置三组青阳靶 每组各10个 听口令向前运动 使用握姿 跪姿 利姿 分别进行射击 同时显示目标 目标全部命中 时间快的一组获胜 好 了解了比赛规则之后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了 好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我们第二环节 对抗射击已经开始了 这么快就已经命中目标了 我觉得这时间有点太短了吧 差不多3到5秒 哇 也是这么快 全部命中目标 比赛马上时间更快 对 是的 对抗射击的目标 对抗射击的目标 咱们这黄色的靶到底是中了还是没中 我相信应该是中了 我相信我们选手的实力 看样子应该是漏气了 它应该里面冲的是气体 漏气之后它没有爆 没有爆的 目前的靶子还是别的 好 看来通过我们的镜头 推了一个特写 看到最终的这个结果 确实是我们的神枪手 击中了目标 那这样我们最后还要听一下裁判 最后的判决 下面宣布 第一关 第二环节 对抗射击比赛成绩 蓝队第一到十秒 第二到七秒 第三到八秒 红队第一到八秒 第二到三秒 第三到五秒 根据比赛规则 红队上 好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第二关的比拼 是的 第二关是武装乐障 那舱长 武装乐障这样的科目 应该是特种兵的必训科目 对 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经常看到过 是的 那今天咱们的武装乐障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武装乐障 我们在后面身后设置了火障 设置火障呢 就必然就增加科目的难度 这样呢不仅考验特战队员的特战技能 同时考验心理素质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熊熊的大火 已经把我的后背已经烤得很热了 不知道我们的参赛队员会有怎样的表现 大家也看到了我身后的这个高处这一块 有他们一会牵引横跃的绳索 离着地面大概 咱们长有 大概有六米高 六米高 长度约二十五米 长度约二十五米 然后这高度是六米 然后下面是熊熊的火焰 现在真是考验 这个火烤的考验 咱们参赛队员的时候到了 好 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看一下比赛规则 武装乐障比赛规则 每队三名选手 一人担任伤员 其余两人协同将伤员 互送过火焰勾曲 用时较短者为过胜方 你就现在是第一名队员 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夜仗 是 那下面这个熊熊的这个大火燃起来以后 刚才我站的旁边就很好 那他在上面进行夜仗的时候 那是不是更是这个火烧火燎的感觉 对 他这种夜仗状态 这个火仗的设置 无形中增加了夜仗的困难 他考验战士的心理素质 那现在我们蓝队的第一名队员 已经顺利地到达了这个隧岸 是 现在第一 蓝队的第一名队员处于警戒的状态 好 警戒的状态 那这第二名现在是伤员了 是 那这伤员他这个受伤了 他怎么过呀 他由第二名警戒人员协助他进行挂钩 然后协助他越仗 比如说他这个伤的部位 比如是手臂 或者是就是腰间或者是哪块 他不是腿受伤了 那这时候他怎么过 他这种单神阅障 与伤的部位很有关系 比如说伤的胳膊 那可能就过不去了 对 我手上没劲了 对 如果伤的是腿 那很轻松就过去了 对 如果伤着的腰腹部 那就难度就更大了 对于我们每一名战士 对于每一名上战场的这个士兵来说 那就真的是实打实的考验 对 今天设置的是腿部受伤 腿部受伤 应该对参战队员来说 应该是很轻松 听得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好 那等于现在 我们蓝队的三名队员 都完成了这个越战 所有队员到达警战的状态之后 报好 比赛结束 好 现在红队的第一名队员也是 顺利地挂上升桌以后 开始进行越战 我觉得好像红队的速度更快一些 是不是看到蓝队已经坐过雷后 他们总结了一下经验 对 他们自下的也在勾托 对对对 我们越战比较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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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第一名队员很快到达了队员 出于警戒的状态 现在是第二名 因为伤员 在协助伤员越战 动作也很快 对 他这个伤员的动作 给刚才的稍有趣 他这个伤员的基本上是 臂力很大 速度相当的比较快 等于他这个 对 往前 这个倒的速度快 对对对 好 你看还真是 别看他是伤员 这个速度我看不比第一名慢 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名队员 第三名警戒伤员 好 已经坐好了队员 好 挂上绳索了 其实我觉得这前两名队员 都是在挂绳索这个方面 都是可以别人帮助他们 对对对 唯独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自己做 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来解决 对 自己来解决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别人帮一把 可能会快一点 但自己的话 如果他因为他掉了 对对对 他挂起来有点 挂成吧 稍微推进一点 但是速度也很快 第三名队员也是很快 也到达了队岸 到达了队岸 现在我们红队的三名队员 也顺利完成了任务 现在我们请裁判 宣读一下最后他们的 各队的用时的时长 下面我宣布第二关 武装业障比赛成绩 红队用时 1分12秒 蓝队用时 1分25秒 红队胜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 第三关的比拼了 那参部长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关比什么呢 第三关 名称为 狙击步枪狩猎射击 狩猎射击 对 那我们打什么猎物啊 当然我们的猎物是带野号的 带野号的 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 比喻成猎物 我把目标给介绍一下 好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吗 对 我们眼前的 这是我们眼前的目标 目标呢 这两个小的目标 代表着我们猎人 发现的猎物 因为猎人打猎状态 一般先发现 静态的猎物先打 把静态打掉之后 其他的猎物将受到惊吓 受到惊吓 他就会跑出来 我们隐藏这个猎物呢 相当于受惊吓的猎物 我给你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们发现的 静态的猎物 比如说先打掉 我右手指的这以后 其他会在惊吓 它就会自然飞出来 气球呢 就相当于受惊吓的猎物 它一直处于动态的 你看一直在飘忽不定 这就增加了 很大程度增加了 狙击手的难度 明白了 也就是狙击手 先打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打掉以后 啪 气球起来以后 就打这个动态的目标 明白了 我们知道这个科目呢 主要考验狙击手 一枪必敌的能力 好 也就是等于是 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狩猎射击 加引号的 那接下来说一下 比赛规则 狙击狩猎射击 比赛规则 设置三组目标 每组选手 打中第一组目标之后 抢夺射击中间目标 并将目标消灭 极为胜方 明白了 好 看我们狙击手的 精彩表现吧 好 第二组的选手 也是现在是 手持狙击步枪 在隐秘状态下 准备装弹射击了 在狩猎射击比赛中 第一组 蓝队 消灭自己目标后 首先抢到 自由目标 并消灭 第一组 蓝队获胜 第二组 同样蓝队 首先消灭自己目标后 抢到自由目标后 并消灭 第二组 蓝队胜 我宣布 狩猎射击比赛 根据比赛规则 蓝队获胜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 第四关的比拼了 第四关是 轻型高机动 突击车的 驾驶与射击 第一次近距离地 接触这样的战车 我能不能试驾一把 我体验一把 可以 好 那今天很有幸 观众朋友们 我也体验一把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节目开场的时候 曾向大家介绍过 现在我身边的这台战车 是2017年建军9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阅兵室上见到过 我现在驾驶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驾驶体验 来吧 跟我一起走 刚才我驾驶的这个路线 就是一会儿参赛队员 要比赛的这样一个路线 但是我飘移做得不好 我现在要过这个 狭窄的这个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去 天哪 我要赶快下去看看 天哪 这我也太不争气了 本来想着给大家 秀一把我的这个 头一次驾驶战车的技术呢 其实我把这玻璃板墙 撞碎了 天哪 我是不合格的 因为我撞碎了一面玻璃板墙 但是我们一会儿参赛队员 应该是按照他们的标准 应该是顺利从两个玻璃板墙中间通过 而且稳稳地杀在这个 这面玻璃板墙的前面 才算这个成功 那一会儿就看我们参赛队员的表现了 轻型高机动车驾驶 比赛规则 美队派出一台轻型高机动车 进行驾驶比拼 车辆通过S型限制路 直角转弯 直线装肩限制路 坡道定点停车 调移掉头 线宽通路 高速定点集停 以及倒车入库等障碍 根据失误次数及所用时间 综合评定胜负 准备 好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驾 首先出场的是红队的参赛队员 红队参赛队员将驾驶 他的战车通过 首先通过是癌心路段 那我们看一下红队的表现 应该说是很顺利 很顺利地通过S型路段 门道路不是很大 那接下来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加大难度了 就像您说的 通过直角转弯了 那为什么直角转弯 用这个玻璃板墙来设置呢 就是为了增加难度 对 增加科目的险性 它一不小时就撞碎了 清理速度必然会发生变化 那就这关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你看 我觉得红队还是 速度 降速了 降速了 他也是担心能碰到 怕把这个玻璃板墙碰碎了 但是还好 还算顺利 对 很顺利地过来了 现在通过的是直线装肩限制路 我觉得这直线装肩限制路 有点像这个S路线 S绕杆 对 S绕杆 S绕杆路线了 真的是 红队的已经 撞掉一根杆了 那就等于现在 有第一个失误出现了 估计这次心里发生变化 天哪 那这首先出现一个失误之后 我觉得对他后边的这个 比赛应该是难度是越来越大 但是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那接下来就应该是 现在是坡度定点停车 定点停车 对 那在上坡的时候 停车容易溜车呀 容易溜车 对呀 不容易看那个地标线 看不太清楚 对呀 对 应该就是靠感觉了 靠感觉了 尤其是他这个速度一快的话 尘土一扬起来 就更看不淡了 对对对 看不到这个线了 真的还比较精准 比较精准 对 好 那从坡上下来以后 是不是就该漂移了 就该漂移 哇 太棒了 咱们这个漂移的这个角度是多少 90度 90度 对 因为车比较重 本来想让它 坐180度 对对 但是我们的战车太重了 自重太重了 我觉得应该还算完美 还算完美 对 还算完美 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通过 这个咱们有这个 限制宽度的这个玻璃板墙 是吗 玻璃板墙 限宽路 限宽路 对 看我们参赛队员 车速提起来了 你看速度 现在是冲四了 我看它有点像 因为下一个环节叫 急速定点停车 哦 急速停车呀 对 那这很危险呀 那稍微插不住车 这玻璃板就撞碎了 哎呀 看来这次红队 这个重大失误了 已经把玻璃板墙 就撞碎了 对 这个失误比较大 哎呀天哪 要不让它停车入库了 那停车入库 等于是最后一环节了 最后一环节 因为这车 倒车视野相对来说 差一点 不像咱们自己的小车 视野那么开阔 对 而且我看它这个 等于倒库的时候 四脚都有个杆 都有杆 对呀 哎呀 这个等于倒库的时候 又撞掉一个杆 这个失误 红队失误比较 这红队今天是怎么了 这发挥失场了 连连失误呀 应该是 发挥的水平 应该是中下水平 中下水平 对 连平常的水平都没发挥出来 你看 应该是第二个杆 撞到 第二个障碍撞到杆之后 心里都发生变 对 所以说出现了失误连连的 那最后这一关 大概要在三个地方扣分了 对扣分了 现在红队完成了任务 三个失误 所以说这个 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蓝队 会有怎样的表现 是不是看到红队出现这么多失误 他的心里也有变化了 是不是也会存在很大的压力 这样我们先看 蓝队表现如何 好 准备 站住 好 蓝队已经开始驾驶战车 通过S路线了 我觉得蓝队的速度 好像不是那么快 蓝队目前应该是求稳 求稳了 因为红队失误比较多一点 对 你看 顺利通过S路线了 而且它到这个 直角转弯的时候 也是速度 很小心翼翼的 很好 顺利通过直角转弯了 第三个环节 千万别撞了杆 如果撞了杆的话 同样跟红队一样 出现在这一关的失误 那就太遗憾了 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给咱们蓝队 加加油 顺利地通过了 真棒 给我们蓝队 输个大目光 拖度定脚停车 没问题 也非常好 那就看我们从下坡 下来以后这个飘移了 现在蓝方 飘移比较顺利 比较顺利 刚才红方 飘移的速度比较快 那现在应该过这个 叫线宽 玻璃板墙了 它也在加速 它也在加速了 那这时候我觉得 提速不能太快了 万一到时候 也把玻璃板墙撞碎了呢 它目前 它也应该把它的技术 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你看一切顺利 加油啊 蓝队 好 我们蓝队 这个停的基本上 就是眼看着 就到玻璃板墙了 还是顺利杀住车了 严丝合缝 真的很棒啊 就看最后一项 好 现在开始倒车 准备最后的一个倒库了 蓝队加油 争取这次是完美的表现 蓝队倒库速度比较快 倒库速度比较快 因为它也想着 赶快完成任务啊 看来是蓝队的驾驶员比较兴奋 完美好 停 好 我们蓝队的队员 已经顺利完成任务了 那看来它是在这一关的比评当中 是零失误啊 相对说比较完美 非常好 给蓝队鼓鼓掌 加加油真棒啊 好 那这一关我觉得不用裁判最后宣读成绩了 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最后宣读比赛成绩了 这一关很明显 蓝队获胜 在刚才比赛过程中 红队在直线装肩 线路中压倒 标识干一根 在急速定点停车 障碍中撞倒 玻璃板墙一块 在倒车入控中 撞倒 标识干一根 总用时 两分三十秒 蓝队全部通过所有障碍 用时 两分零三秒 我宣布 在轻型高移动突击车驾驶比赛中 蓝队获胜 好 我们这个 在这上一关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首先祝贺我们蓝队四号队员张辉啊 在这一关中取得胜利 可以说是在这个突击车驾驶这个方面 你是整个这个环节流程走下来 做到了零失误呀 真的很棒啊 这个怎么样 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 因为在平时的训练中 要比较难 因为我们平时 要走的三路比较多 如果平时训练不够严格的话 在突发情况时很难处置 所以说平时的训练很重要 倒库包括定点停车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 比较好过的 尤其是但是在那个飘移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车支撑比较重 反正飘移起来也很费劲 这必须跟速度以及方向 手刹有很大的关系 一定要配合好 总的来说 飘移这一块还算不错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规则 两队各乘一辆突击车 从登车开始对300米距离上的轻型装甲目标进行射击 每车使用30发子弹 时间5分钟 以命中子弹数量多者为胜 好 我们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 好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我们红蓝两队的拆散队员已经登上车了 对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红蓝双方乘车沿着齐齐的山路在快速前进 在前面的路上我们可以设置一些小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设置了一些大点 真实的炸点 真实的炸点 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炸点呢 这炸点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车辆高速行驶的情况下 突然受到剧烈的干扰 考验加持的心理素质和战斗员的心理素质 如果这时候受到炸点的影响 这影响到他们前进开进了呢 我们给他设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对他最大限度实际影响 同时也提高他心理适应能力 如果在战场的情况下 我们这种车辆开进 在这种崎岖的山路上 我想应该比这个影响 对心理素质的考验更大 对 也就是通过 顺利通过炸点之后 他们就开始进行重机箱的射击了 就可以开始射击了 这样就更加提高了射击的难度 那现在我们红兰两队的参赛队员 应该说是顺利地路过了炸点 对 前方马上到达射击地点 好的 也就红兰两队的参赛队员 他们是采取这个纵队开进的形式 对 然后到达射击地点之后 展成一字队形并列展开 好 那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了预定地点 准备开始重机枪射击了 那咱们这次在这个环节当中 特别设计了 用重机枪射击 有什么样的实战意义呢 重机枪是我不装备的一项 重要的武器装备 重机枪呢 平时实战当中 主要应用于消灭散装目标 对一些火力点进行压制 打一些轻型的装甲目标 打轻型的装甲目标 那今天我们的靶子 我看目标很小 但是上面这个图案 应该是咱们的轻型装甲车 小的装甲车 对 今天的目标靶只有80公分 只有80公分 对 那我们实际上的装甲车 应该是很多 那比较大的多了 对 那就大的多了 装甲车一个轮子 就比今天的目标大 一个轮都比目标大 那今天面对这么小的一个目标 他们能不能打中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选手 都是忧中选忧 通过这个层层海选出来的 精英神枪手 所以说相信我们的裁甲作员 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设计马上开始 好 这个设计的这个 它这个频率 是不是就像您说的 通过这个声音 我们又能辨别 它打得准还是不准 这个一般的准一不准 这声音变得出来 它带着风声音 能感觉出 它的节奏 它的节奏 对 就像您说的 它的节奏好 它的节奏好 就说明 它应该是打得就好 你打得好 另外的心理素质 肯定好 至少目前来 听着节奏 它心里没乱 好 到底红蓝两队的 参算队员最后的 命中的子弹数 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还是请裁判 最后的裁决 对 下场见吧 好 下面宣布 第四关 第二环节 车载武器射击 比赛成绩 红队 命中目标 18发 蓝队 命中目标 12发 根据比赛规则 红队胜 好 经过前四关的 激烈比拼之后 我们现在场上的态势 是2比2平 红蓝两队各胜两局 也就是最后这个第五关 我们实战背景下的 综合技能比拼 也就是我们 终极英雄的终极对决 至关重要 也就意味着 我们终极英雄 最后的这个桂冠 花落谁家 也就在此一决了 在此一决 红蓝两队各滨城 一个战斗班 乘坐两辆六人突击车 从受领任务开始 完成战斗准备 快速截敌 侦查报支 破障行动 乘车追击等任务 以完成质量 和所用时间 综合评定胜负 红防队长 红防班长 向我靠拢 军上级通报 当面之急 约一个步兵盘的兵力 被我打击后 节节败退 军守在该地域 进行防御 敌前前 设有防步兵雷场 凡坦克雷场 凡坦克三脚钻 十万复兴铁子网等障碍 纵深约两百米 上级命令女班 迅速开辟一条通路 为打击当面之敌 做好准备 说清楚 这样 有关平凡原则 按照战术议事 动作标准 和所用时间 综合平定上赋 说明白 这样 好 现在第五关 实战背景下的综合技能的比拼 已经开始了 现在红队正在组织战斗 队长 班长 共同跟整个战斗班 区分战斗小组 被每一个队员下达战斗任务 要分工 分工 对 现在登场完毕之后 红方正在组织 接地运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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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洪方到达了第一障碍前沿 那就等于是现在 他们要冲破这个铁丝网 才能够到达雷区 他要采取一定的战术方法 比如用钳子剪掉 人工爆破 或者是还有一种方法 当时是大的障碍 比如用推土机把它推掉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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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前方 前四方 报告 班长同志 舍负型的铁车缆爆破成功 对 第二车在 这判断了 就算了 就算了 这样趁着 再加快点 准备 等的 太后 肯定 还存在 � 红 我们 明天 起来 就是 膝 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个时候就接近实战的一个情况下 它需要运用战术 它是人在前 车在后 叫车掩护人 车掩护人 讲求方式方法的 车掩护人 队长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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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篮房的队员 动作相对来说 比较迅速凝结 比刚才弧房的表现得更好一点 前半个人 各图交地眼红 再见 报报手 抢出报报 他也是对单量的铁子网 首先用钳子正在把它剪断 报报手 抢出报报 地鱼伯伯 地鱼伯伯 现在篮房人员正在对三角锥实施爆破 班长同志三角锥爆破完毕 地鱼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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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刚才看 蓝方的人员 总体上说 通过通过这个状态 比红方好好的 全班注意 等着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精彩紧张 激烈的比拼之后 本期终极英雄 终于产生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陆军第82集团军 某合成旅旅长 射箭望上台宣读 获胜队的名单 掌声有请 我宣布 本期终极英雄的 获胜队是红队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请出本期的终极英雄 上场 好 让我们有请 终极英雄的旗帜入场 好 有请本期的终极英雄 在这面旗帜上 签上你们光荣的名字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 掌声请出 陆军第82集团军 某合成旅旅长 射箭望上台为获胜队颁奖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